好 各位觀眾 杭州亞運的正式開幕日是9月23號 那麼前一天有一些項目進行 像是台灣有參加桌球 不過要更多的項目進行的是到9月24號 那這邊就迎來一個話題了 就是誰會是台灣在亞運歷史上的 第100面金牌的得主呢 那從1954年台灣參加到現在 已經累積了99金、144銀 還有276銅 一共是519面的獎牌 那第一面的獎牌其實是亞洲鐵人洋傳廣 在馬里拉亞運的十項全能所拿下的 那麼第一面 第一百面獎牌會是誰呢 其實在24號這些先進行的項目都蠻有機會的 像是跆拳道、柔道、游泳等等 射擊這些都有機會產生金牌 那大家呼聲很高的其實就是柔道的楊勇偉了 在24號當天他將要來進行的 就是男子60公斤級的決賽 楊勇偉他也說呢 是9月28號是他的生日 所以他也很希望拿下獎牌來當他的禮物 那收到禮物 我們這邊其實媒體也收到了一些媒體禮包了 那就來看看裡面有哪些東西 像是這個大家可能知道媒體都比較 沒有時間休息那常常移動 所以就準備了一個警診 那另外還有水壺以及香包 還有一個蠻厚的媒體指南 那裡面呢是有很多詳細的這次大會裡頭的資訊 那像是還有一個是筆記本、雨傘等等 因為這次其實外面也正在下著小雨 還有裡頭呢也會附一隻這次的吉祥物 這一隻是晨晨 另外還有像是鉛筆、毛巾等等 好 那麼以上呢 這邊就是這一次的媒體包開箱了 那接下來呢 在十幾天裡頭呢 我們會持續為大家來觀察這邊的當地的氣氛 還有台灣建人們的最新戰況 那麼以上就是杭州特派小組 陳一瑋、林一文的採訪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forskje好 我們可貴azioni 做覺 bike 我可貴